第1007集 叶晨回忆着陈之凡给他的预检中的内容 来到登天城中一家名为神兵的武器铺中 对着一名店内的员工说道 你好 请问吴老板在不在 这武器铺的吴老板和陈之凡有些交情 陈之凡在预检中告诉叶晨 如果需要武器可以到这里来找吴老板 那名员工文言并未答话 而是上上下下地打亮了叶晨两眼 见叶晨穿着普通 更是只有神王静的修为 眼中闪过一丝鄙夷 不鲜不淡地开口道 吴老板不在 就在这时 叶晨身后走了一名衣着华丽的年轻人 那员工当即两眼放光 越过叶晨满脸笑容地迎上去道 嘿嘿嘿 这位公子您需要点什么 来来来 这边看看 叶晨微微皱眉 却没有说什么 随意地浏览起店内的各种灵气和仙气 他还不至于和一个下人一般见识 没想到他身后那名华福青年 竟然看都没看着员工一眼 反而静止向叶晨走来 叶晨感应到有人靠近自己 微微诧异地看着这名青年 对方看上去二十一二岁的年纪 破为英俊 修为在河道景初期 气息沉宁 此人显然是实打实修炼出来的境界 和黄元那种借助外力堆上去的修为 是天差地别 若是真正动起手来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这青年一个人 至少能打五个黄元那种货色 那青年眼睛盯着叶晨 突然开口道 这位道友 我叫萧天晨 请问是你杀了黄元 萧天晨此言一出 武器铺内的众人纷纷侧目 议论道 灯天成萧家 那个仅次于生仙阁的势力 听说萧家的大公子萧天晨 更是精彩绝艳 仅仅二十一岁 便修炼到了河道景初期 更可贵的是 完全没有依靠丹药等外力 叶晨看着这萧天晨 面色颇为不悦 这萧天晨说话间 云隐放出威压压向自己 虽然对叶晨没有任何影响 但这样的行为 显然已经冒犯到了他 对于这种上来就已是压人的人 叶晨向来没什么好感 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 叶晨随口答道 便转过身 继续查看灵气 把萧天晨晾在了一边 围观众人见此都面带异色 这人就是那个传闻中跨境界 杀了黄元的神王镜舞者 有传闻说 他是蝼蚁之地而来的生仙者 名字叫做叶晨 萧天晨看到叶晨的反应 也是面线亚色 他的气息浑厚无比 即使对一般的同阶舞者放出 对方都会隐隐感到压力 然而这个神王镜舞者 竟能够完全无视自己的 威压行动 果然有些门道 不过他萧天晨还不放在眼里 跨街灭杀黄元 像黄元那种废物 自己也能随手捏死 如果有人把他和黄元 当作同一水准对待 那个人肯定会死得很惨 众人看到萧天晨面色渐渐阴沉 不仅有些幸灾乐祸的看向 正在查看武器的夜晨 顾客中有人摇头道 这个年轻人虽然实力不错 但经历的还是太少 心性不够 他以为杀了黄元后 就天下无敌了吗 虽然萧天晨和黄元都是合道境 但两人的实力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他用这种态度对待萧天晨 就要付出代价 喂 小子 本公子在跟你说话呢 萧天晨冷冷的道 若是平时 他萧天晨早就已经出手 教训这小子了 他之所以没出手 并不是因为夜晨的实力 而是因为黄灿 夜晨的资料 他已经查得清楚 这个生仙者在05大陆 应该没有什么背景才是 可是黄灿为何到现在 还没有对他出手呢 夜晨眼中腾起一道怒火 但他还是压制了下去 这里是吴老板的店铺 吴老板是陈之凡的朋友 而陈之凡是他夜晨的兄弟 他不想在吴老板的店铺中和人动手 为的只是对得起陈之凡 所以他还没有爆发 夜晨转过身 面无表情地看着萧天晨道 到底什么事 萧天晨见夜晨回话 心中冷笑道 算你小子实相 黄元用的那柄飞刀在你手上吧 萧天晨盯着夜晨漆黑的毛子 无比认真道 那东西对你无用 本公子收了 放心 我们萧家不会占你便宜 你可以随意开架 我要买你手中那柄 已经受损的飞刀 萧天晨自信地看着夜晨 他相信 夜晨不会蠢到 在登天城拒绝自己 特别是在自己 开出如此优越的条件之后 众人闻言都是一惊 萧家人果然出手阔绰呀 这可是随意开架啊 不卖 你可以走了 夜晨不耐烦地说道 这一刻 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他们没想到夜晨会拒绝 这可是萧天晨啊 那是能随便拒绝的吗 就算这飞刀 还有什么特殊之处 也不是你能拥有的呀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的道理 在哪里都一样 何况萧天晨 开出的条件这么好 说不定还能借这个机会 攀上萧家 怎么说都不算是亏 可夜晨呢 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一点面子都不给萧天晨留 这可是会招来他的怒火的呀 好好的良机变成了灾难 众人都为他觉得可惜 像看傻子一样看着 正试着一柄灵刀的夜晨 夜晨对这柄飞刀倒是没什么想法 本来也是要卖掉的 可是他不会卖给萧天晨 不为其他 只因为他反感萧天晨的为人 自己不喜欢 这个理由就足够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卖不卖 萧天晨脸色阴沉的 仿佛要吃了夜晨 狂暴的威压完全释放 铺天盖地的向夜晨涌去 显然已经动了真怒 好强的气势 店铺中的顾客们都是脸色一变 即使同是河道镜的修行者 都微微变色 感觉一堵高墙向自己倒下 这萧天晨的实力 竟然远超同街 即使是普通混元镜 河道镜的舞者面对他 估计也没有胜算 当真是一个恐怖的天才 要知道 神王镜混元镜 河道镜以上 每一个小境界 都有巨大的实力差距 众人本以为会见到夜晨 吐血受伤的一幕 可是夜晨再次 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只见夜晨满面怒涩地转身 对着萧天晨咆哮道 你他妈烦不烦 要老子说几次你才听得懂 老子说不卖 叫你滚呢 够不够大声 听清楚没有 没听清楚 我再说一次 叫你滚 寂静 死意般的寂静 哐当一声 一名顾客手中的灵器掉落在地 但他没有理会 只是呆呆地看着怒气薄发的夜晨 没有人能想到夜晨 硬扛萧天晨的威压 不仅没事 反而对着萧天晨破口大骂 一个神王敬无辙 他们是在做梦吗 这些人虽然知道夜晨击败了黄元 但毕竟只是道听途说 并没有看到夜晨踩碎黄元四肢 那残暴邪义的一幕 心中的震撼远远低于当时在场的观众 只当是黄元太弱而已 可现在他们记住了 夜晨的表现 他们想不记住都难 就连萧天晨都被骂得略显呆滞 他往左右看了看 发现并没有人站在身边后 才指着自己 难以置信地问道 你是在跟我说话 他妈的白痴 夜晨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手放下那柄武器 转身就要离开灵气铺 跟低能交流起来太费劲 被萧天晨这么一搅和 他也没有心情再继续等吴老板了 当夜晨快要走出店铺时 萧天晨才反应过来 这神王静气的垃圾竟然敢叫我滚 还骂我白痴 萧天晨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血气翻涌 双眼布满血丝 那是他的怒火 他萧天晨何时承受过这等屈辱 小子你找死 萧天晨怒吼一声悍然出手 一瞬间 风云色变 无边磅礴的天地灵气 轻刻聚集在他的掌中 一道散发着极为恐怖气息的掌印 冲向刚刚踏出店门的夜晨 居然是萧家的必杀技 天地混远掌 有人惊呼一声 而且看他出手的威势 已经修炼到了小城境界 天才天才呀 这夜晨完了 萧天晨再次带给了他们震撼 如此强大的武器 入门还好说 在萧天晨这个年纪 能修炼到小城境界的 在这登天城内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天才 甚至在整个零武大陆 都能算得上优秀 夜晨转身 出拳 在出拳的刹那 身形拔起 一道王字斑纹浮现在他的额头 散发出宛如洪荒巨兽般的恐怖气息 他不打算用其他武器 更不打算用神王道来战 就用炼化的那滴远古凶兽精血的力量 肉拳与掌印相机 所有人都以为 夜晨会在一瞬间被拍成一团血雾 爆裂 但是爆裂的却是萧天晨的掌印 轰隆一声巨响 掌印爆裂 恐怖的余波涌向四周 店铺内灵光闪动 禁制触发 一层光幕浮现 一件件灵气也散发出灵光 抵挡着强大的能量 夜晨竟然接下了 萧天晨的一掌 而且还显得毫不费力 是萧天晨放水了吗 绝对不是 店内的顾客们都感受到了 这一击的恐怖 即使有禁制保护 在余波的冲击下 众人都感到气血震荡